2000年的古装剧 全是神剧 2022年来了 看过了蟑螂须过境 看过了傻白天炸街 看过了老丫头老小伙们 缝扫各大古装剧 小伯很好奇 国产古装剧是怎么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的 都经历了什么呢 有哪些忘不了的经典 惊艳的美儿 和眼前一亮的风华道呢 以及绝不能少的 背后八卦小剧场呢 欢迎收看中国古装剧 22期连续视频 第一期 2000年神话剧霸评输出 少包成永远经典 西游记续集 延续八六版的风格 猪八戒和沙丧的演员都画了 在依然很好看 收视率很高 然而当时不少观众啊 都很不满意 觉得不如八六版西游记 妈耶 现在的观众 要是有这么严格的标准 市场的烂剧能少一半 最头铁的呢 其实是西游记后传 当时大家都指着 六小灵魂版的猴子 这剧呢 不仅请了别家花火山的猴 还请了五僧版的唐三藏 隐藏眼狗观世音 与他的cp感爆棚啊 如来用三十三天年假谈了两场恋爱 七大角呢是个绝美妖精 无天成反败之前的故事 我到现在都还没忘 悟空化成最后一颗舍利子 更是差点哭死我呀 好在最后还是成了火 不过当年的鬼畜神剪辑 没少被嫌弃 但抵不住剧情诱惑 叫OSC轰炸呀 相思一畅 依旧成为了童年回忆杀 谁能想到最后这部剧 评分从当年的3.9 一路找到了8.0 春光灿烂猪八戒 在当时也是国民神剧 在五大卫视的收视率各个惊人 里面的猫妖和毒人 简直是童年阴影 而陈红眼的嫦娥 却是个绝美的存在 小龙女化成全眼 消失到现在都让人一难平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 气败的猪八戒和小龙女 因为这部剧定情啦 除了剧情 主题剧好春光 现在还有人的ktv唱 徐征从此困在猪八戒里好多年 去银行取钱 贵员都只认猪八戒 他有一次去银行去取钱 徐征在外面等着听着 哎哎哎猪八戒拿一万块钱 哦对了 最近呢这部剧还翻卖成电影啦 请来了原版小龙女和猫妖 效果嘛 呃这冷饭呢 多吃一口都嫌怂 而最早的白月光 真梗 应该属于天地传说之与美人 妖精版的婉婉类君 书生张紫游 最开始只爱婉婉 后来不自觉爱上了婉婉 最后两人呢一起手拉手 在反派那里领了和饭 就这么突然 这也是古装男神 姚大眼的第一部古装剧 龙君刘海造型 放现在要打一众国美男 还有一个冷知识 先见经典VGM之一 其实最早来自于这里 与此同时 李绍红带着她的九点一分神作 大名公司来了 演员从周迅 陈红 李丁丁 胡敬 到和林 全都是梅儿 让太平公主 一箭物中生的薛绍 更是我的古装白月光之一 演员赵文轩 仍是将白月光薛绍 和辽王张艺之 演出了不同的味道 而这个剧组 从服装设计 编剧 配乐到摄像 各个是大佬 幅画到更是在 国产古装剧里封神 太平公主的每一身衣服 都既含孕 又符合现代审美 里面的台词 可以说是 整个一女性大觉醒 皇位是什么 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 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 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女人不能称帝 只不过是一个过时 而不合理的传统 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 这也许是我一生之中 最伟大的政绩 然而谁会想到 二十年后 喜提平分分点击的 大宋公司 居然是同一个骂声的 亲妈献身说法 什么叫 国产剧审美倒退二十年 康熙威福斯仿记 已经出到第三部 不仅是细说剧啊 还是以单元剧的形式展开 在当时非常新颖 并且这个系列全员美人 妃子小姐丫鬟 连个街边卖衣的都美啊 美的风格还不重样 小白留下了羡慕的口水 说起第三部也很好笑 据说张国立跟邓杰两口子吵架 一气之下把一妃给写死了 那最后呢 还是观众部干了 集体给制片方写薪捞人 于是第四部又出现了一个 跟一妃长的一模一样的临风儿 那一年 最终成为收拾年冠的是少年包青天 周杰演出了最好的少年包整 人权呢 也演出了最白月光的公孙策 这一剧的好几个经典案子 现在来看都很精彩 演艺村干事案 至今还是同样阴影 狄猫换太子案 更是活着一个又憨又可爱的傅大龙 据路易自己说呀 第一部的包整一绝本来是他的 因为档机排不开才换成了周杰 怎么还说呢 幸好换了 而当时这部剧最大的争议呢 却是被质疑超新日本漫画 视频方对此的回答是 对啊 是我干的 怎样啊 但探案这个事 怎么能都是抄的呢 要是借鉴呢 这台里 放到现在容易被吹得连妈都不认识 顺便说一句 这剧呢也安排了 看了演演员 宝贩 港剧方面有金装四大才子 讲了古代张红男团的恋爱史 系里唐伯虎和秋香是欢喜冤家 希望的杂杂辉和关永娥 持有成了赞国 小宝与康熙里美女如云 伟小宝不论出现在哪一版都厌福不前 这剧在香港取得超纲的收视成绩 本剧收视榜前三 巴特 他不是港剧 走播呢 死在台湾 三年前张卫健经涨工资悲剧 而被TVB选择了大半年 然后回到台湾发展 少年方孙玉和小宝与康熙先复让他成为了收视榜霸子 成了当时内地最火的香港演员 当年的怀育格格就像现在的某某令某某传 暴剧预定啊 播出后 热度堪比还珠格格 被两岸三地反复播出 获得了金钟奖八项提名 而女主郑嘉瑜和男主孙耀薇戏外生情谈起了姐弟恋 最后呢 以孙耀薇单方面宣布分手为结束 除了以上这些 这一年还有余飞红在乱世桃花里演天下第一美儿 同年成了第一美儿的呢 还有中勇小庄园里的姚千宇 24岁的刘米桃在人鬼情圆里美得闹套 避险剑和人仙齐版的笑傲江湖 继续为金庸的武侠宇宙天传家吧 最后呢 加个彩蛋 西门小恨恨 就是在这一年很够出世的 当时的女主杨军 就用超能力团了个美男子 姚恩俊 在谈情处爱 不要逃避我胡恨 你逃不掉的 刘德凯跟他炮同一个岛筒子 你是怎么样都推不走我的 这大爱与 林心如见了都要还生前辈呀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勾起了 你多得回忆沙 一看一下 2011点 我国的古装剧还在继续神剃打架 神话剧继续景分 武侠剧继续崩光 详情如何 等我下期讲